今天財政司司長就說 想將香港打造成一個世界級的葡萄酒貿易中心 所以有很多的拍賣公司 都對香港這個市場 甚至是中國市場苦恃丹丹 其實對上一次香港一個很大型的葡萄酒拍賣 已經是2001年 即是七年前的事 所以今日就吸引了很多人來參加拍賣和參觀 每一個拍賣來參加拍賣的朋友 都會有一本很大款的Catalog 裡面就有所有拍賣的葡萄酒的資料 其實這次比較特別的 就是剛剛因為在四川發生了大地震 所以這次他們就會將其中一層比較有價值 可以高達差不多有200萬元的Romanican Tea 即是法國的名酒 是Burgandy的名酒 是所得到的全部的佣金收入 即是有21% 就會全數捐債給四川的災民 今天全部的名酒都是非常著名的 也大部分都是大家已經耳熟能場的牌子 很多都是法國的波爾多 以及布金地的名裝 其中比較受人注目的就有幾項 就有1945年的Chateau-Mouton-Rochit 大家一般都會叫的武當 另外這次的拍賣會也有另一個受到注目的 就是香檳來的 就是Don Perignon的香檳 就是大平壯的Rose wine 是1996年的 另外他們也會有三個年份 就是667376的Innota 因為非常罕有 相信也可以引起了一片的熱潮 今次拍賣會也會有一瓶 4.5公升的Chateau-la-Tou 就是會拍賣的 相信今次應該可以賣到 40萬那麼高的價錢 一定會不會到達